哈囉大家好我是達爾 今天這部影片來介紹一下 戰士湖亞歷山塔的支線任務 這個支線任務完成之後 也可以獲得一個非常重要的飾品 可以提升戰績傷害的 亞歷山大湖碎片 首先我們在遊戲的非常早期 聖人橋這邊就可以遇到亞歷山大 他具體在的位置要先跳上眼壁 小小繞入一段之後 到附近其實就已經可以聽到 亞歷山大在呼喊請求幫助的訊號了 那發生什麼事情了呢 就是這個戰士湖亞歷山大 他卡在土堆裡了 他希望我們來打他 幫助他脫困 然後這邊我真的覺得有一點點 煩就是我打他的時候 他會說不夠大力 所以我就一直打他 然後在一周末的時候 我打著打著就把他打死了 那這邊大家在打的時候 就自己多注意一下 你們看到他彈出這個土堆的時候 就可以停手了 我之前就是看到他彈出土堆 然後以為不夠 就一直追著他打 沒想到就把他打死了 把他打出來之後 他就非常感謝我們 給我們一個勇者肉塊 他告訴我們 只要在這裡往東走 有一個紅獅子城 那裡正在舉辦一個祭典 大家要一起狩獵穗星阿達恩 所以他接著會往東走 但他雖然說要參加這個祭典 但往東走到蓋爾坑道的時候 在打BOSS的房間 側面有一道門 這道門打開來之後 就可以看到亞歷山大 他又困在裡面了 這附近也有這個 側門口的傳送點 跟他對話之後 總而言之大概就可以了解 這個人是個小迷糊蛋 他又迷入了 然後卡在這邊了 把他救出來之後 他就回去 紅獅子城參加 狩獵穗星的祭典 接著我們就來到紅獅子城 這裡就在舉辦要狩獵穗星的祭典 亞歷山大就站在這邊 跟他對話之後 他非常興奮 能夠有這個狩獵半神 證明自己的機會 在打這個碎星的時候 就可以多次重複的召喚一些幫手 圍毆這個碎星 祭討碎星後 我們可以在傳送點附近 找到亞歷山大壺 跟他對話之後 他會比較自卑說 自己剛剛在打碎星的時候 都沒有出到什麼力 而且還碎掉了很多次 幸運的是 戰士壺這種東西 就是用人的屍體 來修補的 所以這附近有很多 打碎星之後 擁有下來的戰士的屍體 可以讓亞歷山大又變得更強 又修復原狀 他發誓 他會變得更強 而且他希望 我們能夠見證 他變強的那一刻 我們在下一次見到亞歷山大壺 是在畫家的破屋的南邊 那其實這邊離他的家鄉 也就是湖村很近 他是回來家鄉看看的 但是他又不能真的回去 畢竟他是一個戰士 所以他就回來附近看看 沒想到他就又卡在一個坑裡了 一樣 這次他又希望我們能夠幫大家脫困 所以我們就要把他給打出來 但是這一次不一樣的是 在我們打一打他之後 他說他的下半身卡住了 繼續打下去也沒有幫助 需要使用一個滑步流流的東西 才可以把他給救出來 那這邊會需要你使用一個道具 叫做油壺 那如果想要獲得製作道具的秘方的話 可以在西夫拉河 底下的一個探索 找到一個叫做劍氣商人的商人 跟他購買一個油亮戰士筆記 就可以學會怎麼製作這個油壺了 對亞歷山大使用油壺之後 他會告訴你 現在就變得應該有辦法 可以把他給打出來了 繼續朝他的屁股 轟個幾下 他就會被我們給打飛 對話之後 又可以獲得他贈送的一個勇者肉塊 對話之後他告訴我們 他想遠眺一下家鄉 沒想到就卡在這個洞裡了 但他為什麼不回家 因為假如說想要當上 英雄就需要割捨 想家的念頭 他的下一步是繼續讓自己變強 要到火山去焚燒自己的身體 他在火山會出現在 沸滾河終點的西邊一點點 可以從沸滾河一路探索下來 在這邊你可能會先 需要打過這個熔岩土龍 不然沒有辦法跟亞歷山大好好對話 搭到土龍之後 可以直接在旁邊的岩壁上 站在上面跟亞歷山大對話 這樣的話就不用受岩漿的傷害 跟他對話之後他會贈送你一個壺頭盔 這個可以增加投擲壺的一些道具傷害 跟亞歷山大的對話他會告訴我們 他嫌這個岩漿的火不夠熱烈 不能夠讓他變得更堅硬 不會破碎 所以他要到東邊去 尋找一個更 炙烈的火焰 就是我們的火焰大鍋啊 離開火山 去到雪山 火焰大鍋下方 挑戰火焰巨人前 其實應該說是進到boss房裡面之後 地上就會有這個金色符號 可以召喚亞歷山大 不過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當我們召喚亞歷山大出來之後 你就不能夠騎馬作戰 所以看你是希望 亞歷山大來幫手你 還是能夠騎馬跟火焰巨人來打 那這邊擊敗火焰巨人之後 亞歷山大也不會有跟你有新的對話 下一次見到他會在天空之城 可能是跟我們一起被 噴上去了吧 他在的位置 要從龍教堂升降梯前的 這個傳送點出發 要開放這個傳送點會需要 先打過神秘貴族 然後用一個時間鑰匙坐電梯上來 上來之後往那個有墓地龍的方向走 但不要跳下去 就是他的位置在上面 經過一小段跑酷之後 我們就可以見到亞歷山大 在跟亞歷山大的對話之後 他告訴我們 他很憧憬很仰慕我們 因為我們能夠獨自單挑一個像 神一樣的火焰巨人 所以他希望拜託我們成為能夠磨練 他的一個試煉 就是跟他對打的意思啊 講完話之後 注意不要偷襲他 你如果偷襲他的話 他會認為你被 煙火給焚燒了 雖然我也不知道你為什麼會想偷襲他 你如果偷襲他的話就拿不到他的 完整的護符 你跟他正常對話之後 就代表你準備好了 你們就可以開始決鬥了 他的招式 我覺得真的還蠻帥 不過他很脆 打沒兩下可能就會爆 所以他前面的手臉可以做好 這裡擊倒他之後 可以跟他對話 他就會說如預期的一樣輸給我們 但這個不是只是一個試煉嗎 我並沒有想要殺你啊 怎麼你就不行了呢 最後我們收下他體內的內容物 他會告訴我們 湖中就逃不過毀壞的命運 但他是一個戰士湖 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他都在奮戰 哈哈哈哈 然後他就沒了 不是啊 你是怎麼碎掉的 我根本就沒有想要殺你啊 雖然我是真的還蠻想要你的護符碎片的 但是你的內容物我可以不要 拿到這個內容物之後 還有最後一小段支線 回到他的家鄉 湖村 完成蒂亞羅斯跟湖村的相關支線之後 可以把亞歷山大的遺物交給小小湖 將這個內容物交出去之後 小小湖知道亞歷山大也掛了 他也會下定決心 他要成為一個強大的戰士 離開湖村 重新刷新地圖之後 來到小湖剛剛在的位置 就可以撿到 一個護符 有好湖 可以提升狐類道具的威力 之後要再能夠見到小湖 我猜應該就要等到 把援出第二代了吧 好啦那這一部影片就先介紹到這篇 感謝大家觀看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按讚訂閱我 我是達爾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